精靈戰區37元 超級神區起飛,落到5.3元 天命第三,熱門也落到飛,是6.3元 一起本,明天開心天地 相當之快,印度之寶紮聲擺在前面 拍著一齊,外面就是天命,大岳蘭,還有盟友 然後就是精靈戰區,然後就是罐頭都 罐頭都外面就是呈牆,最後就是牆區,外面就是海旋王 中間還有那隻就是朱古力 然後就是超級神區,然後就是嘉嘉省,最後就是贏了 在尾就是威城 距離頭馬約翁是8個馬位左右 好,轉向銀器灣,前面方頭 天域放出頭過兩馬位之先,另先是第二位入面,就是開心天地 中間上來就是印度之寶,然後才是精靈戰區 最後裡面還有一個強區,強區在外面就是呈牆 然後才看到罐頭都,然後就是超級神區 然後才看到騎,其他就還有贏了,海旋王 在尾就是依然還有威城 距離頭馬約翁是10的,還有的 差不多轉向銀器,前面是天域,第一隻特色圍 我們上來就是看到印度之寶 那隻是開心天地,後面上來看到還有盟友 大岳蘭喜歡見到精靈戰區,後面上來還有朱古力 後面上來還有呈牆,罐頭都那些 約翁還有200米,前面天域就越騎越有 後面上來現在才看到開心天地 大岳蘭喜歡見到超級神區,後面上來還有呈牆,天域依然領先 超級神區,外面上來做了呈牆,中下還有開心天地 天域依然領先到天域跑第一跑,第二名超級神區跑第三名開心天地 天域,最後階段,一扔,扔掉對手 一連幾場都是等前走,扔掉對手的表現較為好的 越騎越有,現在天域總算就贏回場了 後面一對馬一起追她 到來的超級神區,中間開心天地 但是始終是難越雷池般步 天域跑第一,超級神區跑第二,開心天地就跑第三 超級和輕鬆的姿態 天域又為自己擺在前面 回到來是埋門幾步好像有些威脅 超級神區,不過其實看到天域還是柔柔欲勁 很拼命的,看到杜梨蘭壓線那一下 天域,每次超級神區都遇到一些比較硬的對手 今天位置好,好跑 還有那隻精靈戰區熱門輸了,不過都不需要灰心 年輕的馬,始終是經驗輸了給人 例如我們見過第一次那隻大贏家跑到一駐賽 之後他有這樣的質素 但不代表他一定每一次都發揮得到 今天這隻馬呢 你看到他,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即是他擺前了 但他擺前了之餘 你見到那隻馬其實走得不太順 亦都是入到直路都沒有轉腳 你一會看看那隻馬 未必是錯的,因為現在這隻馬是年輕 未定型 未定型 今天你很難說他 因為他沿途已經有一個比較好的遮擋 對,馬經常留得這隻馬 他有點厚的,還是有點厚勁 但這隻馬今天回到200 騎上去的馬是那些步是不斬出去 沒有踢 你看右腳,出右腳的馬 未會轉腳 這些一定不是跟他的質素問題 有些東西我們可能是估計了一點點高 或者他的狀態方面 可能也不是到達我們預期那麼好 我覺得是亂水 考碼一定有幾樣東西配合 質素和狀態 看得到的 如果你供應這些馬是質素夠的 為什麼他不會輸 沒有斷 他沒有轉腳 你看這隻馬是年輕的 寶寶還是 這些可以看到的 這些是很簡單的事情 一定是要有狀態去配合 什麼時候呢 當然要從神宋去判